光是这样 跟你一起在海边散步 我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所以 没有办法想象以后的事情 莫娜 不通 你还好吗 我不小心踩空了 应该 是我刚喝的酒还没有醒 莫娜 你会感冒的 我开车带你回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嗨大家好我是莫娜 有在追踪我IG的人 应该可以隐约的发现 我是一个硬心宅女 AKA小花痴 不过我花痴的对象 仅限于2D漫画里面的纸片人 漫画里面什么都好 我本身呢是真的还蛮爱看漫画 以前就是看纸本嘛 然后现在就是直接看手机APP 因为很方便 然后我的手机里面的漫画APP 大概有七八个 就是说每天睡前呢都一定要把所有的APP打开 刷一轮当天更新的漫画才肯睡觉 就是不管王道漫画还是少女漫画 我通通都会看 最近呢就还蛮迷韩国网路漫画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单字叫做webtoon 它就是web加cartoon的合体 然后指的呢就是韩国网慢 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是直调式的 就跟我们平常在滑FB啊滑IG的方式一样 然后它的内容篇幅通常都不会太长 所以你可以很快就把一篇内容看完 最近呢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收到卡卡webtoon的合作邀请 我真的觉得太开心了 谢谢干妈可以让我体验这么多好的作品 我上个礼拜几乎都没睡好 因为我都在刷漫画 然后里面有蛮多部我自己 最近看起来还蛮喜欢的作品 后面我会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现在来打开最近让我陷入 疯狂世界的卡卡webtoon看看你讲怎样 那打开呢它的界面我觉得超惊艳的 因为它的那个人物缩图竟然是会动的耶 我一打开的时候想说吓到 它怎么突然动起来了 想说是农历七月半还没过还是怎么样吗 因为一般的漫画APP打开它可能就是图示而已 那我觉得它有做这个动画显示呢 我觉得蛮用心的 首页的地方它有超级多的漫画作品 可能是人气很高啊或者是最新推出的 然后也可能是平台线在主打的 那其实它每个漫画左上角都会有个标签 然后有个标签比较特别的叫做AI推荐 它可能就是根据你平常看漫画的风格 然后分析出你可能喜欢哪种类型来推荐你这些漫画 那我们现在随机点一部漫画进去好了 假如说我点这部 然后你看桌花又滑 你就可以看到啊 系统会自动推荐你跟它相同类型的漫画给你看 那这边还有一个星期列表就是会告诉你说 星期几会有哪些作品在这天更新 我觉得就有点像我们可能每周固定追某档连续剧的感觉 那如果你今天呢就觉得好像没有想看的作品 然后也没有什么想法的话 你也可以点进去排行榜 上面呢就会有最近大家都在看的作品 在这边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上周在看的几部漫画 那其实我看漫画的类型还蛮固定的 我非常喜欢爱情的系列 像是校园爱情 职场爱情 然后喜剧爱情等等 然后特别喜欢霸总系列 就是霸道总裁 但是仅次于漫画世界里面 如果你真实世界在那边有大男人的话 我可能就比较不能够接受 但是霸道总裁可以 那另外的话 我还蛮喜欢看惊悚类的漫画 我简直就是个惊悚小甜心呢 我要推的第一部漫画作品是这个 我和社长相亲相爱 然后呢他这部呢 其实是网路小说改编 他的剧情呢就是你看 这位社畜 他叫做生和力 然后呢 他就是某天代替他的闺蜜 然后去跟就是别人相亲 结果他一到现场发现 哇 这个相亲对象 自然是自己公司的社长江泰武 Oh my god 天哪 那其实这个社长呢 他去相亲的时候 他以为他相亲的对象呢 是其他集团的千金 所以他是有基于一个集团利益的考量 然后就想说虽然我不爱他 但我还是要娶他 那这个女生发现之后呢 他为了要就是避免自己的身份曝光 所以他就一直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这个女主角为了要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后表现出来的行为呢 跟你面的一些对话都非常好笑 你看这剧情是不是非常老土 什么霸道总裁 然后相亲相亲的对象是错的 太老土了吧 太八股了吧 但是真香 基本上呢就是越老梗 越对我的胃 然后这部漫画呢 其实在韩国还蛮红的 接下来还会拍成电视剧哦 女人 我还是要娶你 好 第二部呢我要推的是绿莹之冠 然后这部呢就是那种宫廷风画风很漂亮的 这个女主角他是一个研究生 那他某天呢开车要回家的时候 他就遇到碰 他就遇到车祸 然后呢其实这场车祸 他本来应该是要死掉的 但是呢醒来之后呢 他就发现自己穿越到小说里面了 重点是呢这个小说是他15岁的时候自己写的小说 那大家穿越的时候不是都会变成女主角或男主角吗 结果他竟然穿越到了一个反派女配角的身上 而且是那种超级超级小的女配角 可能第二集就会死掉的那一种 那这个女主角呢在这部漫画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要让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呢 都可以有一个圆满好的结局 就是这个主角他算是有点圣母光环的那一种啦 然后整体呢我觉得是非常剧情也非常好看的 第三部作品呢是最近呢还蛮红的一部作品叫做我独自升级 他他比较像是那种少年热血漫画 然后他的剧情呢就是有一天出现了一道门 那这个门呢就是连接着这个一次元世界跟主角所生活的真实世界 然后呢怪物就入侵了人类的领域嘛 人类呢也因此觉醒了超能力 那这些有觉醒超能力的人呢就叫做猎人 那这些猎人他还是有分等级的喔 那我们的男主角呢他就是最弱的等级 一级猎人 就是比普通人类还要再强一点点而已 那这个漫画主要就是在讲这个男主角成长史 然后搭配一些就是里面的剧情 然后就跟很多王道漫画一样 就是可能主角一开始都弱弱的 但经过很多挑战呢 他就慢慢变得非常强大 我觉得看着男主角就是一路就是成长的过程 其实会让你觉得非常励志非常热血 所以我自己呢也非常推荐这部作品给大家 那以上三部呢就是我自己近期非常喜欢的作品 不过呢这些作品当然也不是每一集都可以让你免费看啦 他其实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星级数 你可能就是解锁才能够看 那解锁等待的天数都不太一样 有些可能一周有些可能几天 那你可以透过漫画里面的标签 来看自己还要等多久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看下一集未解锁的内容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倒数免费借月券 那另外如果你真的非常迫不及待 想要看后面的内容的话 你就可以购买借月券来抢先阅读喔 当然啊这是需要课金的啦 但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 你也可以看他的礼物盒 因为他其实会有不定期的活动 可以免费拿金币阅读 但大家还是要考量到自己的娱乐花费的一些规划 不要过度课金喔 那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不太想要等待 所以我会愿意花点小钱来支持正版 毕竟这也是创作怎么辛苦的结晶啊 那这部分大家都自己斟酌咯 Kakao Webton App 它在韩国其实已经超过2000万次的下载了 然后它里面有超过8500个原创的IP 而且很多都有被翻拍成韩剧 像是精密书为何那样 李太苑Class 还有全面馆以及如蝶翩翩等等 你看是不是都超有名的 但在韩国呢其实网曼它是非常流行的 它的整体产值呢其实已经超过了新台币256亿了 主要是因为题材多变还有就是它全彩的配色 另外呢它是直调式的浏览方式嘛 就是非常符合现代人手机一拿起来 就是这样滑的一个使用方式 然后加上它的每一个内容篇幅其实都不太长 所以你刻完一集呢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其实传统漫画啊跟这种创新式的漫画 我都还蛮喜欢的 那像是这一次介绍的这个Kakao Webtoon 它的内容呢就是非常的丰富 然后它界面非常简单 然后也非常的精美 我觉得非常适合那种你喜欢看韩剧啊 喜欢看韩蛮的人来使用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喜欢的作品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分享留言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小铃铛 我是莫娜 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